练肩到底是推还是飞 我相信这个还是很多爱好者 目前在纠结中问的一个问题 那今天去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清楚 首先推肩 我们所谓的推就是推肩 推肩的话主要刺激的部位 就是我们的三二七的前竖 但是有人说能不能练到我们的中竖 当然可以带到中竖 但是是中竖靠前的位置 它不可能把你整个肩前中后 通过推肩这一个动作完全练到 所以说推肩就把它当成一个前竖的训练 那飞鸟也叫测评矩 它就是一个中竖的一个训练 所以说的话如果你想让你的肩发展比较完整 所谓的立陶肩也好 或者南瓜链也好 一定记住前中后都要去均衡的刺激 均衡的发展 所以说推肩也好 飞鸟也好 大家都要去做 但是对于刚入门的新手来说的话 确实推肩一定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训练 而且我指的推肩是全程的一个推肩 那全程的推肩 它不光可以直接的去练到我们上手机的一个前竖 而且的话它可以去锻炼到我们的肩胛骨的一个上辉拳能力 那肩胛骨的上辉拳能力强了 又会产生的帮助 那很多人在做飞鸟测拳矩的时候 是不是容易耸肩 就是因为肩胛骨的上辉拳能力比较弱 而出现了肩胛骨的一个上提 它不能很好的完成一个上辉拳 所以说当你的上辉拳能力强了 那你的测拳矩的一个稳定度 它的动作的一个中速的一个准确度 包括以上的重量也会更大 所以说的话 全程的推肩是可以间接的帮助提升 我们的一个飞鸟的一个能力 所以说的话对于新手来说的话 确实全程推肩做的好 那你的测拳矩的能力也会变得强 但是要记住能力强了 你得去练它 所以说我相信到底练肩是推还是飞 这个问题你们已经清楚了